酒吧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股加权值收涨48点 那另外期货收涨了67点 台子期收在11523点 加权值收在11660点 加权值今天全日波动的区间100多点 那最高涨89点 最少也有涨25点 开盘是收开高36点 所以今天收涨48点 大概就是收在今天盘式的略微偏下缘一点 波动区间的下缘一点 但至少今天又收红K棒 因为毕竟开36点的跳空 那今天收涨了48点 所以说是红K棒的形态 指数表现不错 收在11660点 盘中高点有到过11701点 那当然现在目前加权值上档的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大家关注的方向 在于就是说6月11号 当时出现了单日量2400亿的大量 而且当天股价是明显的下压的 盘中的高点有到过11771点 这个位阶是不是能重新突破 11771 也就本波段加权值的最高的位置 11771 那当天是收了一根明显的黑K棒 在伴随的隔日 隔日也就是6月12号出现了一个大跳空缺口 往下压的行情 所以现在目前跳空缺口是回补了 但是也就是说6月11号 2400亿大量的11771能不能越过 能不能再创波段的新高 就现在目前市场关注的方向 不过贵买值早在先前就已经突破高位了 那当然昨天有到过161点 创下2007年底以来的新高的位阶 显示贵买值走势相对较强 所以这个过完这个端午节之后 是不是这个轮动的行情还会出现 这个主轴是不是会改变 生计防疫类股 这个回档大概会回到多少的一个幅度 我们赶快来请教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阮慧之分疑师阮老师你好 阮老师我们看到合一连日重叠 然后另外瑞基今天也出现下滑 就整个生计防疫类股好像顿失重心 对因为在这一两天 就是生计防疫类股是有拉回 那当然刚刚莫华已经讲到 就盘面上的状况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把它 就是说总和来看或分开来看 所谓总和来看 就是说你整个盘面的现象来看 那分开来看 就是单单来看生计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先说总格来看好了 那总体来说的话 那么指数因为现在还是慢慢往上面在点高 那量的部分有慢慢在攀升 那当然短线上还没有马上过前面的高点 那当然的话 这个它是维持一个 应该算是小的往上的上升的一个小轨道 那这个轨道来说 你如果要往上去攻克前面高点的话 势必要带更大的量出来 那所以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前高附近 还是要稍微震荡一下 然后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就大盘来说 它攻击量还没有非常明显 但是盘面上来讲的话 个股的资金就很充沛 怎么说呢 就是说它有一些扩散的现象 就是说这种扩散的现象 在之前的生计股有类似的现象 那现在话到电子股也有类似的现象 所以电子里面的话 涨势在它的族群里面 都开始有些蔓延 比方说我们先看到就是说 以台积电相关的比较来说 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爱普 那爱普的话最近 它从跨要解禁之后 就一路往上面创新高 那爱普的话呢 这个今天的话 它现在是又回到20分钟的分盘交易 但是呢 今天还是一样又创了这个破短的新高 那爱普的话当然就是台积电里面 未来的新的应用的东西 就一直整合 但是呢 并不是说爱普长一个人 因为爱普长之后的话 你看这个族群就开始蔓延到今天 从昨天就开始了 3374的精彩 这也是台积电概念股里面的 那昨天的话呢 你看到投信进去大买 那今天投信也持续买 那这其实哦 现在盘面上有一点点利多 它其实就各国反应 怎么说呢 像精彩其实六月营收 跟五月应该是相距也不远 但是呢 大家现在预期七月会开始营收往上 所以的话 只要有利多出来 它几乎就马上反应 所以的话 从爱普之后再到精彩 那今天精彩也往上拉伸 然后再来的话 你看像是去美化 那去美化的话 因为最涨时 系列在涨的嘛 那这两天系列是停下来了 但是系列停下来之后 其他的股票的话 像5269的传售 今天就长新高 那5269的话 因为它这个跟TabC有关 所以TabC里面的话 你看6756的 这是新贵的威风 这是今天涨最多的 那这是威胜旗下的股票 所以它今天一整天涨的幅度非常大 而且它不是低价股 它是已经300多块的股票 然后的话今天一天涨很多出来之后 那你看这个IC设计就往低价蔓延 所以今天的话威胜也涨停 那威胜的话因为是威风的股东嘛 所以的话今天是在10点多的时候 就从平盘附近就直接拉上去了 而且是直接拉到涨停 所以的话当然它的机器比较低啦 就是在前两天也都没有涨 那所以的话呢 这种涨势就开始一路往上在扩散 所以的话刚刚讲到就是说 像这个5269之后的话带到6756的威风 那都是这个Type-C相关的 然后的话Type-C又带到2388的威胜 然后所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钱在市场上其实是真的很充沛 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我们就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市场状况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的理空 那么大家就看个别的梦 因为以前我们讲过一个 就是今年有个情况比较特别 就是今年的利率实在是太低了 那今年的话 因为你钱放在别的地方 几乎是无利可图嘛 对不对 那个少到那个利息少到就是 几乎就是等于没有了嘛 所以的话呢 现在的话就是你个股只要是有梦的 那或者是可以想的比较明确 说下个月会成长 或下下个月会成长 它只要有利多出来的 它就很容易引动 如果又有族群性 它就会左右互相牵动 所以的话你看它这种扩散的这种效应 其实在以前生计它也有类似的现象 那这两件事生计熄火 然后转到电子上面 电子也有这一次的现象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 是今年的资金很多 所以今年的重点是在个股 而不是在指数 因为个股上面的话 它就去反映将来这个梦 因为我放在银行 对大户来说我放在银行里面也没什么利息 那与其如此的话 我不如回来看一些有成长性的股票 那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是今年上面 为什么说个股它一动起来都会很活泼 那一动起来的话 它就是直接就拉上去了 那没有管三七二十一 那同一个族群里面 如果其他人都涨了 另外一个还没涨的 看起来还OK的 然后数字也还OK的 那或者第三季可能不会下去 现在还上来一点的 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带上去了 所以这种效应在最近今年的行情里面非常明显 所以今年重点大家都要摆个股上面 你看像IC设计刚刚讲说 它这样一路蔓延上来 不是只有高价IC设计在涨 而是现在的话一路扩散出去 现在像你看三二八的金利科 这个也是昨天就拉起来了 今天也是直接拉涨停 那你说金利科大概分盘消息 那现在五分钟 第一季赚多少钱呢 赚0.02 对不对 赚得非常少 那四月五会营收怎么上来呢 也没有上来 但是它就是一个去美化的概念 那去美化的概念 因为其他去美化概念都上来了 那所以的话呢 这个虽然没有占很多钱 但是它有那个将来的梦 所以有人就去赌那个梦了嘛 有的人就想说没关系 反正我钱放到银行里面也没什么利息 对不对 那我就在里面 这里面放一段时间 那怎么讲 它只要这个梦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苗头 那它基本上它的获利都可以远远高过它的利息 所以这种效应的话 我觉得今年的话就是非常明显 就今年有这个产业前景 成长题材的 感觉起来市场很敢拉 市场很敢拉 而且不只是说这个 你看之前生技也是这样 你只要数字都说你东西有 比如说你有授权 或者是你有新的产品 不管是检测也好或什么 你只要是新的东西 那东西确实有 或者是你一过了EUA 你一过了 你东西一实现了 大家就很敢拉 那问你生技股休息会休息多久呢 因为毕竟我是觉得它直接V转的可能性不高啦 对我们来看生技 虽然说台湾生技值连日已经跌超过4%多嘛 那当然有没有可能再往上走 那什么时间点 或者它整理会整理多久 这样我们来看生技 那因为刚刚电子已经先讲过 因为资金它会有一些会轮动 资金的轮动是这样子 你看比方说像昨天跟今天生技是回的嘛 那我们比方说我们直接看贵买的生技指数 那贵买生技指数的话 它昨天跟今天都回 昨天盘中其实还曾经一度拉了一下 那时候是为什么拉呢 就是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在讲说 这个中美谈判可能破局了 因为昨天早盘的时候 美国期货那时候是一度是下跌的 那在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生技是往上拉 电子是往下打 那两个是刚好相反的 那后来不是又出来澄清吗 就出来喊话说没有那么一回事 现在还在进行之中 然后生技就持续开始 因为它昨天本来就开始要修整嘛 它就持续它原来的修整 然后变成电子往上拉 所以我意思是说 我们单单就生技来看的话 因为电子它最近有族群相应在动的时候 当然会压印到生技 那生技如果从生技指数来看的话 它这一两天 已经是今天是第二根黑K 对不对 那今天刚好也是廉价前 那你看它上一次黑K发生在什么时候 上一次生技的黑K是在6月11号跟6月12号 6月11号那一天 它也是拉回 收了一根很长的黑K 那一天我记得应该好像蛮多生技 都是跌6% 7% 8% 应该很多 然后之后的话到12号的时候 12号的时候那时候的生技就拉下一线起来 那那两天为什么跌 那两天之前的话 你看从贵满的生技指数来看 它那两天之前它是长了六根红黑 六根红黑之后 那两天刚好是假日前 所以假日前的话 就会有前面长了那一段的短线的获利了解麦牙 那你现在再回来看现在的这个时间的跪满的生技指数 它现在一样从那一天回档之后 也是一样六根红黑 那六根红黑之后也一样是在结钱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说 所谓市场卖资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想法 那因为之前已经长了六根红黑在前面了 那现在短线上又是一个廉价 那廉价之前的话就自然会有获利了解 那加上这一两天因为电子比较强 那电子累积的它的这个红黑没有这么多 或者说它中间有整理过 它没有像前面的生技的话 它走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的话呢 今天生技再拉回来的时候 从贵买的生技指数来看 那其他没有到十字线 那上一次的话是在十字线收缴 那现在的话是接近十字线 但是还没有到十字线 所以我觉得它的惯性其实就是 走个六到八根红黑之后 拉回来一两天 拉回来大概两天左右 那之前走的 再前一段的时候 它走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它拉回来的时候就是走四五天 那这一次的幅度跟六月中的幅度 其实很像 都是一样是走六天之后 然后拉回来 然后拉回来先是第二天 所以你其实看今天的生技指数 本身它是跌的 但是如果看生技的个股里面的话 像今天我们随便取其党来看 比方说今天的六九八 ABCKY 那今天打下来到十字线 然后就收缴了 那个收缴收在哪里 就收在井线那里 然后你再来看看 3176的基亚 今天也到十字线收缴 你说他们是跌 但是问题是其实很多都在十字线 而且今天来讲的话像 六五九八是十字线收缴 3176也是在十字线收缴 那414的国光生 昨天创新高 拉回来第一天 今天第二天 也是在十字线收缴 然后再看4133的亚诺巴 有没有 它是连十字线都不到 今天在五日线就收缴了 所以你如果把生技分开来看的话 它今天最严重的下杀是在中间 今天中间中场的时候 但是到尾盘的时候 有点拉起来 对有很多都拉起来 像ABC是拉起来一点点 刚刚讲的亚诺巴是拉起来很多 那4167的展望 这个是比较早拉回的 今天也是到十字线 拉一个十字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看 搭配刚刚讲的生技指数 它的惯性就是 最近就是六天之后拉回两天 六天之后拉回两天 而且那两天都是在长假前 都是在放假之前 所以用这样的惯性来看的话 我觉得下个礼拜的生技 就很可能在十字线这边 会开始往上 那这就是讲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市场 其实大家都还是买有梦的股票 那有梦的股票 不管你讲的是IC设计也好 你讲的是生技也好 因为生技跟IC设计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 对 就成长性的想象空间大 成长性的想象空间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市场够大 全球是市场 然后再来的话 最近IC设计涨什么 涨连发科如果走到 一兆市值的时候的比价空间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跟当时合一走到 一千亿的时候的比价空间一样的意思 所以其实市场的脉络是一样的 它只是前面是涨生技 那这两天生技就刚好廉价之前 刚好它涨六天以后的拉回 那其他的这个电子里面的话 就用一样的模式资金转过去 然后转过去之后的话 你越是不敢买的 它就越给你涨 所以的话 你看涨了很多的高价股 你不敢买 它就继续拉给你看 然后再来的话 中低价 尤其是低价股票 像我刚刚讲的 金利科还在分盘之中 那分盘之中 低级也没有数字 那四五月零 所以没上来 没有人敢买 它就拉给你看 所以这就是今年的话 市场派的一个 怎么说就是 市场上的一个特色 那个股就很容易 不涨折衣 一涨就涨到 涨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这个就是说 因为 真的很多股票涨到 真的很多股票涨到傻眼 你越不敢买 它就越涨给你看 对 你像艾浦你说 你说好 它有多 后面的数字 这个饼有多大 但现在饼还没出来 他单单说 他现在已经在工程认证了 他就长成这样子了 所以的话 这就是什么 他就走在前面 他就是 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完全说 它是有问题 因为什么讲 因为这就是 以前我讲过的逻辑 我如果今天 我是大资金的人 我如果有个 一两千万 我要放在银行里 我利息几乎是零 那我就买一个 将来可能会实现的梦 不管它是下个月实现 下下个月实现 如果我觉得 它终有一天会实现 那我其实摆在那里 总比我摆在银行里面 什么钱都没有好 所以这种效应 我觉得今年会一直扩大 但是个股会冷冻 所以刚刚讲说 电子的部分 我觉得要注意一下 今天美国盘 因为美国部分 因为它基本上 也涨比较多了 所以的话 美国盘如果在今天的话 拉回的话 那么其实电子股的话 那礼拜一的话 可能走势就会有些分歧 不过美国盘是这样 我的经验是这样 它通常盘前明显下跌 它开盘之后会慢慢拉上 不见得会那个 它如果盘前跌太多 它等于盘前开盘就反应了 没错 所以的话 这个就要再观察一下 美国盘比较怕是 美国盘比较是怕盘前大涨 然后一路往下杀 就开高走低 它反而盘前大跌 跌一%多 这样子它开盘之后 它会慢慢往上走 所以的话 还是观察一下今天盘中 因为事实上来讲 如果纳斯达克拉回一点 也正常 因为它毕竟创新高 所以拉回不减致 昨天又创新高 对 它也是创新高 只是道琼的部分 它是比较没有那么强势 跳空缺口还没补 对 它还没有补那个缺口 所以下礼拜的话 还是注意一下那个轮动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反正要放四天年假 对 那放四天年假 当然还是先去过节再说吧 就开开心心的先吃 该吃的该玩的先做再说 那下礼拜的话呢 反正新的一周 就会有新的机会 那我觉得生气里面有机会啦 那电子里面也有电子会涨的股票 所以的话 因为端午节 所以我们今天呢 当然就是呢 今天就会帮大家准备一个端午节的东西 OK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吃种植了 好 那种植的话呢 我还喜欢甜还是咸的咧 我都喜欢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两个种植 好 一千卡 我们今天两个种植 一个甜的一个鲜的 OK OK 对 好像到热量所以大家只能拿一个 好 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甜的 对 种植跟一个咸的种植 那甜的种植里面呢 就是一档升级标股 好 因为有一档股票是月底要买的 本来就打算月底要买的 OK 下礼拜刚好 今天就到了 好 这是一档 下个月会有利多的股票 应该有两三个利多在后面 好 另外一个咸的 对 就不是升级的 对 非升级的标股 对 那是营收会很好的股票 那所以呢 刚刚讲了嘛 这两个热量太高 所以大家只能拿一个 所以你打电话来就选 你要甜的还是咸的 打电话来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好 这个要包肉的胡粥粽 是咸的 还是说你要包豆沙的 甜粽 就选一个 两个选一个 不要太贪心了 不然热量太高 热量太高 你要运动减肥 恐怕是很难捡 因为你跑步跑一个小时 你大概也只有四五百卡而已 就等于你吃一颗粽子 你吃一颗粽子 你跑步一个钟头 差不多就消化掉而已 所以说一颗 好 非常谢谢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阮慧时分 是在我们端节前送大家粽子 那等一下广告期间 会有阮老师的咨询电话 那听众朋友可以 就这个咨询电话各选一颗 就不要两颗 两颗的量高 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各种商品都有人来投资 比如说有人投资股票 如果我们把股票当成是商品的话 股票可以投资 也可以投机 基金也有人投资房地产 酒类的投资 其实最主要是红酒 可是这几年来 其实威士忌变成是酒类投资的大宗了 因为全世界其实 很多国家威士忌的消耗量非常的大 尤其一些好的威士忌 这个放越久 它其实是越值钱 然后跟一些成年的红酒 五大酒庄的品牌的红酒 其实有同样的道理 像我一个大姐的先生 就非常会投资红酒 他投资红酒 他就把它买的红酒 放在英国伦敦的酒窖里面 他一直都买好多香 那他说其中一香是留给自己喝的 剩下其他香是留来赚钱的 因为他说红酒如果放对地方 同时放对年份 放对酒庄的酒 后面涨上来 争执不菲了 所以可以把他们喝酒的钱 全部赚回来 甚至还可以赚超过 那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拍卖公司里面 也不乏拍高粮的 拍威士忌的 其中威士忌当然又是 仅次于红酒另外拍售的 很重要的大宗 所以我们今天借由这本书 来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了 我们从我们过去习惯的 金融投资的工具 股票房地产 进入到威士忌的投资 这件事情上面 那这本书是由时报出版所出 叫威士忌投资圣经 圣经就胜利的圣 就是说怎么样投资威士忌就对了 那我们请到的是作者 威士忌圆梦学院的创办人 柯玉堂 柯健在我们节目现场 你好 伦大哥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柯玉堂 好 这个您是威士忌达人 对不对 不敢说是达人 但是我是一个爱好者 谦虚谦虚 能出书一定是达人 这本书呢 其实有威士忌的 投资心法大公开 还有实战教学 另外也有未来 威士忌的投资的 趋势预测 其实这个趋势预测的部分 当然就是未来 哪一些酒 哪一些威士忌品牌 或者说什么年份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报酬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 当然一开始也有介绍 威士忌这个酒 它到底是种什么酒 其实在台湾 威士忌的消耗量非常大 据我知道 台湾应该是 世界前几名威士忌消耗量 这个可以讲说 消耗量大的地区 对不对 对没错 台湾虽然虽然人口不多 但是它在整个威士忌的 一个消耗量的状况 是非常的大 好像是仅次于日本 仅次于 仅次于日本跟法国 是属于全世界第三名 对我们大概第三 但它一直在浮动 这几年 这几年因为 我知道日本是第一 对日本第一 那现在其实我们都 我们一直在 我们一直是基优生 一直是前三名 对 比如说像我跟日本朋友 出去喝吃饭喝酒 他们最喜欢喝就是脚瓶 哇那日本人很会喝 一个晚上可以一个人可以喝掉好几瓶脚瓶 好了这个 呃怎么 威士忌到底是什么酒 先从威士忌这个酒来跟我们讲起吧 威士忌它其实是一种蒸馏酒 它透过一些一些制成之后 然后再装装桶之后 然后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再把它装品 它其实是一种 呃 我我现在把定义定义成一种叫做 等待的一个时间的产物 就是它的年份 是没办法去加速 所以你一切只能做的等待 所以 呃一些高年份的酒 其实是非常的可遇不可求 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嗯 好 那威士忌有所谓的 呃调和跟single mode 对不对 好这调和跟single mode怎么分呢 嗯 single mode就是单一麦芽 嗯 就单一酒厂里面所 所产生的酒叫single mode 对 那调和一般 那调和威士忌呢 是由呃一些 除了他自己的酒厂里面之外呢 他还会采用其他酒厂的麦芽 然后他一些谷物威士忌 把它混合在一起 他等于是一种混和调和出来 而成的一种威士忌 所以他的口味会比较 呃 符合一般大众的喜要 嗯 他比较呃 他我会把它讲成比较没有个性 可是非常好喝 OK single mode比较有个性 所以他每一桶或每一家的酒厂的味道 其实非常的独特 非常的不一样 嗯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呃比如说 好 我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日本的威士忌 好 那像日本的威士忌 Sandori Sandori他就是三奇酒厂 他就出了他的Single mode就是三奇跟白洲 嗯 那他的比较有名的就是想 嗯 就是三奇酒厂跟白洲酒厂调和出来的威士忌 叫做想这个威士忌 对对 所以想就是属于调和威士忌 OK 就他这两个酒厂 调和出来的威士忌 他就不是单一的酒厂的威士忌 他是属于 口感比较好是吗 呃他会应该这样讲 他会比较 因为那个酿酒是他会把它调成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 所以通常比较多素人 嗯 对于调威士忌的接触 接受度比较高 嗯 因为他可能比较入口比较顺 比较好喝 比较香 嗯 但是这还是因人而异啦 所以很多人喜欢有个性的Single mode 对 他觉得这味道蛮独特的 嗯 跟其他酒不一样 所以 呃喜欢Single mode的也有 喜欢调和的也有 各有各的偏好 嗯 那也没有对错 因为本来就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 OK 那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种 呃我个人其实 我比较喜欢Single mode 我比较喜欢有个性的 OK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宴会 或是应酬的话呢 嗯 我就会倾向带调和式的过去 OK 比如像江丁沃克调和式的嘛 对 然后响也是调和式的 对 那因为这种调和式的 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嗯 对 因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口味如何 所以你知道带众比较 尽量是符合一般喜好的调和威士忌过去 其实台湾也有一个酒厂 其实威士忌做的 国际很出名对不对 就金车 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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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的欧马 对 都是 这几年其实台湾的格马兰都得奖 都得奖 都得奖 其实慢慢在国际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为什么金车 为什么格马兰可以在国际上得奖 因为其实格马兰也算是调和威士忌嘛 对不对 他是Single mode 他是Single mode 他是Single mode 对 他是Single mode OK 他是格马兰单一这个酒厂所产生的 生产的威士忌 所以他是Single mode OK 那为什么会得奖 其实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得奖其实就是蛮 蛮主观的 他是一个 他参加很多比赛嘛 那他是用盲影的方式 那盲影的方式 就不知道什么牌子 对对 他不知道什么牌子 用盲影的方式 那是每个人去 每个评审去打分数 他取综合的分数来 来评估到底 哪一个酒厂得奖 那Single 那格马兰为什么得奖 我觉得 就是比较符合大多数 评审的口味 OK 那他值得收藏吗 应该这样讲 就没有得罪不得罪的问题 没有得罪不得罪 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在我的操作方式里面 没有不能投资的酒 就是看你买到的时间点 跟价位的问题 OK 比如说你今天在格马兰 这个 某个 某个项目 在还没得奖之前 你就去买了 等到他得奖之后 当然就水上船高 所以这个一定就有投资的效益 比如说看你买的时间点 跟买你的价位 那如果说你是因为他得奖之后 才去追 相对的他的 因为他的一些效应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可能买到高点 所以可能就不适合投资 可是至少他得奖 是一种满肯定 所以还值得收藏 所以看你买的时间点 跟买的价位 好 那威士忌投资的实战教学 在进阶的部分 我们该知道些什么呢 就是当然 就是很多东西要快很准 但是这快很准 就是当你知道某一个商品 他比如说得奖 或者是他好喝 或是要官场或停产之前 你要提早布局 但是在快很的时候 但是你要搭配准 你不能够买错 因为其实不同的品项 其实差异还蛮大的 不同的同好差异蛮大的 所以你今天快很准三个缺一不可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刑法 那问题品项甚至到统号 这个太专业了 一般人怎么入门 应该这样说 这个Information怎么收集跟研判 其实这东西 其实一个商品会得奖 或者是官场或停产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造成的 因为其实在官场或停产之前 都会有一些风声传出来 可能是攻击不够了 或是需求量大增 这其实在市场上面 大家都应该 消息就会已经再传出来了 那因为你就缺货了 对因为他就缺货了 那我刚讲过 威斯基是一种等待的产物 他今天缺货之后 你要达到一定的年份 比如说十年 他不到十年就是没办法生产 所以他只有等待 所以当你的供给不够了 你今天的原酒不够了 你还没到十年不能够生产 所以你这十年的酒 就势必要停产了 所以这东西其实就是 跟你的市场上面的供给需求 是有关系的 那得奖与否就比较难一点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这个比较难猜测 得奖的与否 OK所以专门去找 这个缺货的威斯基就对了 就是你如果今天 其实因为我有蛮多的 挑选的法则 如果说你今天不同的法则 你没办法完全掌握 你可以掌握这个法则 就是官产或停产的 这个法则就去操作 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见得 每个法则都要去操作 你只要选对你自己喜欢的操作方式 去操作就可以了 好那你怎么买酒 你是跟酒商买呢 还是你怎么买法 而且包括你刚刚讲的说 这些操作的法则 跟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呢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买股票很简单 我只要股票开户 那我其实就是挑 我想要买的股票 但我觉得买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它没有一个公开市场 其实应该这样讲 你要应该看你要买的酒 是属于新品 新发行的酒 或者是已经在市场上面流通的酒 如果说是新发行的酒呢 酒商通常会有几种方式 就是比如说就是抽签的方式 或者是排队的方式 或者是说给你这个 你酒商专属的VIP 如果针对新品的方式 这要跟酒商熟啊 对不对 对除了酒 除了跟酒商熟之外呢 你还要 它是它常常对它有贡献度 你要从去跟它买酒 所以当它有一些 它的大咖就对 对大咖 当它有一些特殊需要 可以收集的酒出来之后 它一定优先给你VIP嘛 对 这是很正常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买新品的话 就是可以跟我刚讲的 抽签啊排队 或者是跟成为酒商的VIP 这是一种 那如果说是一些热门的交易的品项 就是它已经发行过 一样还没开过 只是在市场上面流通很久了 你也可以跟拍卖公司 他们都会定期举办拍卖会 拍酒的会 拍酒的拍卖会 对 它有专属的拍卖会 或者是说跟一些酒专 因为酒专老板本身就是一些 隐形的投资高手 就是一些囤积者 对 他就已经圈囤起来 那就他而言呢 只要价格合适 他就会卖了 所以你可以跟他卖 那另外一种呢 像就是我平常在操作 就是跟我一些收藏圈之内 我们常常会互通有 大家交换 对 大家交换 或是如果建议要买酒 只要价格合适 对卖来卖去这样子 那你自己会喝吗 我当然会喝 可是我不是因为喝才会投资的 所以我一定要郑重澄清 我不是喝出来的 所以如果说 不会品whiskey的人也能投资吗 没错 而且通常我常在讲 如果你不会喝更好 因为你不会喝的话 很多酒你就会囤积下来 也不是把它喝掉 有时候真的你会 如果很会喝 反而不小心把好喝的酒喝掉了 那就浪费掉了 好 那到底有哪一些拍卖会 还有哪一些酒商 以及囤积者你该认识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没有鼓励大家要喝酒 千不要误会 我们今天做这一集的意义 我们这一集其实告诉大家 有这一本书 叫Whiskey投资圣经 而且它标注是史上第一本 买对whiskey让你投资 获利啊 百分之六百 到底怎么样获利六倍 这等一下来问一下作者柯玉堂了 那刚刚玉堂有讲到的说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会喝Whiskey的人 会品Whiskey的人才能去做投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是可以分开的两件事情 那当然你要对Whiskey投资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专业 专业知识跟人脉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是吗 对没错 就人脉就刚刚讲说说比如拍卖会的人脉啊 这个专业投资圈的人脉啊 包括酒商的人脉 酒庄的人脉 对不对 酒厂的人脉 这个人脉就一缸子了 那你要所谓的专业知识 你就要知道各种Whiskey品牌 跟他年份啊 甚至他的统号啊 还有说他的出厂的消息啊 那哇 真的是information非常多 很复杂耶 对所以说一定要做功课啊 那以往因为比较像我一开始入门 其实很我也是误打误撞突发炼钢 所以其实之前没有人教我投资威士忌 那我也是因为这几年 就是这样子交了很多学费 那为了要让更多人投入这个市场 所以来出这本书 你交了最大一笔学费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快很准 就是在快跟狠那两个的因素我掌握到了 准没掌握到 就是我没有买我买错了 我看错了 因为其实不同酒的长相 跟他的年份有时候长得很类似 那我就是因为在有一次在朋友给我一个消息 说他有一桶酒要释出 然后很多人都想要 一桶啊 就是一瓶酒 就是一个很热门的酒他要释出 那很多人都想要 他问我要不要 那只发照片给我 我看到照片之后就二话不说 跟他说我要了 后来他才发现我买错了 那一瓶多少钱 那一瓶其实那时候买了不贵 大概买了两万多块钱 可是后来我 可是原本我看的那一桶 那一瓶应该其实 我要买那个是五万块的市价 但是因为我看错了 然后他那一瓶是只有只两万多块的市价 那我把他买下来了 可是后来那一瓶 因为看错之后 他其实价格一直往下修正 但是后来他还是涨回来了 可是因为操作 投资跟操作是这样子 因为投资只有一笔资金 你买错之后就要认错 把他 我就把他出了之后 再去转 投资效益更大的威士忌 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转回来 其实你没有赚到他涨回来的钱 对 但是你还是亏钱卖掉就对 可是我把资金转到更有效运用的一个投资上市 换股操作意思 对对对对 跟换股操作的概念是一样的 看错要认错 我还以为你把他喝掉了 哈哈哈哈 股票买错不能吞掉 对 不能吃掉 但是威士忌买错你可以喝掉 对确实确实 好啦威士忌有多一个这个长处了 好那哪一些拍卖会值得我们去看呢 呃像台湾其实最 拍卖最热络的 就是应该就属于罗福浩拍卖公司 他每年春拍秋拍都有针对威士忌做专场 有有 对他有专场 我都会收到他的拍卖车 对对对春拍秋拍 他最近七月份开始又又有纯拍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 他他专场的品项都有很多辣者就很多 他专门针对威士忌有分苏威日威调和都有嗯 然后他很多品项可以去去买 那拍卖会上的诀窍是什么呢 呃拍卖会的诀窍第一就是呃 不要意气用事 不要乱举牌 不要乱举牌 对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会入门 就是因为我当初乱举牌 老子钱多一定要跟你拼到底 有钱不要任性 对呃有钱赚不要开玩笑 就是不要 就是你要不要乱举 你要看准了 嗯其实很多他因为拍卖会 其实虽然品项很多非常独特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先天上面的一个 的的限制是说他有个服务费 嗯 而服务费不便宜 从16%到22%都有 就你的成本 对你的成本会往上加 所以有时候你今天不要以为 你拍的价格就是你实际要付的价格 还要往上加 嗯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在 举牌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嗯等到实际上要付钱之后发现 哇怎么会 然后另外付一笔服务费 对 所以有时候你在拍的时候 你要大概先试算一下他的服务费 嗯 买卖都要付这个费 呃卖 卖的也要付 卖的大概付6%到10%左右 人家拍卖公司不一样 买的话是 买的话16到22都有 哦那是 买卖加起来就30%了 对他等于说比房屋中介还高嘛 所以等于说 所以所以为什么你看 你收到很多图路都非常精美 对 然后拍卖的 在多大都在 都是在一些五星级的饭店去举办 没错 对 就羊毛出在羊身上 确实 哈哈哈 但是 当然你有你有好的威士忌 值钱的你也可以送去拍了 对对对对 可以送拍了 而且他通常送拍 其实会拍到还蛮不错的一个价格的 但是 但是基本上送拍的威士忌都是整箱整箱买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还是有一些一瓶一瓶都有 对 也有整箱有一瓶的都有 对 好那当然你要如果利润高的话 你一定是买起来囤的对不对 对就是你如果囤对了 囤对了或者是说那种系列投资法 就是他整套的你把它全部收起起来 对 再一起一起送拍 OK 他的价格会更高 就帮人家先把整套收集做好功课 对就是用时间换取空间嘛 我们就从整套把它收起 那台湾现在投资威士忌的风气盛吗 很盛啊 很盛 对这几年其实越来越盛 就是因为他越来越盛 他才会造成 现在目前很多人都在投资威士忌 然后拍卖公司原本没有专场 也变成有专场 那你可不可以估计一下台湾一年 这个威士忌的投资的市场有多大 你说交易的市场 对对对一年的交易大概有多大 应该这样讲 喝掉不少了 喝掉不少了 我相信 但是我看每次的那个拍卖会的 的那个交易金的大概 一两千万跑不掉 嗯哼哼 每次的拍定的 整交金的一两千万跑不掉 那也不少 对不少 而且春拍 只有一拍 春拍秋拍加起来更高 嗯哼哼 OK好 那威士忌要怎么存放呢 呃 威士忌存放其实比较单纯哦 嗯 你其实只要放在 不要受炒的地方 不要有光线紫色的地方 不要在 刻意去晒太阳就好了 嗯哼 比红酒 保存起来容易多了 红酒的温度湿度都要控管 对啊 那其实一般威士忌 其实相对比较不用 红 红酒其实保存 蛮高成本的 你温度湿度 你去租酒窖的位置 其实也不便宜 对对对 那你自己家里面放冰箱的话 万能那个电费成本更高 啊你威士忌反而不用啊 你只要家里比较阴暗 可是不要太潮湿的地方 好 不要影响到酒 不要不要让它起变化 讲一些威士忌市场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吧 就是说 现在目前最贵的威士忌 大概贵到什么程度 然后是什么牌子 然后它是什么年份 然后它到底贵在哪里 为什么它值这个钱 目前其实最贵的 就是以麦卡伦的1926年 这一瓶最贵 1926 对对对 它目前最新的一个拍卖价 它一瓶 在拍卖公司 排到7000多万 台币 台币 对 我已经帮你换算好了 台币7000多万 最贵的这一瓶 一瓶 一瓶7000多万 750ml 对 7000多万 大家可以去算一瓶多少钱 对那刚刚是最 那如果大家比较 比较熟悉 像日本威士忌的三奇50 或者是轻盈则1960 这种的威士忌一瓶也都要1000多万 日本威士忌也这么贵 对 像是他们的第一个年份高 三奇50年 第一版它就是50年嘛 它只有全世界就50几瓶 OK 所以它的价格已经拍到1000多万 那麦 好我们先从麦卡伦最瓶来讲好了 为什么麦卡伦1926这一瓶 它可以贵到7000多万 它现在目前全世界大概剩下 就40几瓶 剩下只是40几瓶 那第二个呢 快100年了 对 然后它的瓶数 只有40几瓶 第三个它的品牌效益 它是当初出厂 对当初就40几瓶 那现在是现存几瓶 现在就40几瓶 还是40几瓶 没人喝 因为我应该这样讲 这个很多酒其实 放100年没人喝 没有 它当初 它当初出来的时候 酒就很贵了 OK 所以当初那时候就没有人喝掉 那经过100年 历次战火的袭击 它也没有回损 这也蛮 蛮imagine的 所以你看 它现在 它贵 然后品牌效应嘛 因为麦卡伦 其实全世界知名品牌 对 那第一还有就是它的一些 话题性嘛 嗯 因为它就应该讲 那么多年酒还在 嗯 然后 每次拍摄公司都把它炒作 所以它其实蛮多的因素 把它堆积而成 台湾有人有这一瓶吗 目前台湾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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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就 他就有这一瓶 OK 不是柯先生 不是你了 对 我只有跟他拍照的份 哈哈哈 有去膜拜过就对了 我拿我的 我特别拿我的书去跟他膜拜一下 好 那为什么 日本的威士忌可以这么高价呢 日本威士忌好在哪里 应该这样讲 因为其实台湾 其实对日本威士忌 有一股那种 我应该讲 日本威士忌对台湾有一个魔力 台湾很多人都喜欢日本的东西 包含威士忌 OK 这个可以理解 对 那因为而且它的好玩是 它的酒标呢 跟苏格兰的酒标不一样 它 它识别性很高 我们看它三期 我们中文字就很 就看得懂 对 想 想 对 那有些有些苏格兰威士忌 你现在看不懂它到底是什么牌子 OK 啊 所以你对日本威士忌有些亲切感 嗯 那在它年份很高 跟我们很近 那台湾非常喜欢喝 喜欢喝日本威士忌 所以造成它的价格也都是水上船高 OK 好 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哦 把你家那些 看不懂牌子的威士忌拿出来拍照 拍一拍传给柯仙 搞不好 搞不好你这瓶威士忌很值钱哦 不要乱喝掉哦 好啦 威士忌真的是 酒海深不可测 我只能讲说我对这个实在是太外行了 所以今天姑且问了这本书上一些问题 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哦 多少了解一点皮毛 非常谢谢柯仙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